新赛季CBA球员注册名单已经出炉,这差不多就算是一刀切,为下个赛季的CBA球员阵容定了型,没注册上的球员基本上都不会出现,在下赛季的CBA赛场上了。 这其中就包括了山东队的队长虽然,实际上,CBA的球员注册,还是有一定弹性的,比如81队就全队延迟注册,因为他们面临着改制的问题,阿布都沙拉木和丁燕宇航都是延迟注册,因为这是中国蓝鞋在给他们冲击NBA梦想开绿灯,但是想要有弹性,也得是在球员注册名单上有特别提出。 像虽然这样的情况,就基本上没有别的希望了,虽然跟山东队的合同在今年夏天到期,他跟这个更换了管理层以及背后金主的球队,并没有就薪金问题达成一致。 据透露,在2016年参加过里约奥运会,的虽然,希望得到,跟郭艾伦同一级别的合同,金额远超赵积累的数目,这显然让山东队难以接受。 假如之后没有通过什么绿色通道进行补助册,那么虽然就此告别下各赛季的CBA联赛也并不奇怪,想要去别的球队打球。 虽然按照规定就得自费武功,休战一年也求一个自由身,与虽然情况相似的还有中风蔡臣。 他本来跟广东队走得很近,但后来参加了南京同西队的视讯和热身赛,最终没有被注册成功,还是因为他的薪金需求未能得到满足,但是蔡臣没球打的震撼程度,显然没法跟虽然相比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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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